香港股市周一大幅受挫 香港航生指数周一暴跌6.4% 创下2008年1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在香港上市的中期股价也狂蟹 其中阿里巴巴下跌超过10% 百度及京东下跌9.5% 腾讯跌7.5% 美团跌8.3% 小米跌5.7% 动态清零和共同富裕等等政策 不只会延续 还会加码升级 这样不但会对中国经济 带来更严重的停滞风险与不确定性 还会让民企和个人的私有资产 暴露在被共产的风险底下 中共二十大周日结束 习近平成功巩固了权力 打破先例第三次连任 习的新领导班子名单 也让外界对未来中国经济越来越悲观 没有了这些亲美派和开放派 这些力量 整个中国经济 同时外界也非常顾虑 更担心他会不会随时扩大对各行各业的监管打压 而房地产市场也恐怕很难直跌回升 所以不论是香港股市或者是美国股市的中资股呢 全部都重挫暴跌 外资大举撤出 那这也预告了 未来两年中国经济是相当悲观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周一当天也走软 离岸汇率跌破7.3关口 创历史最低记录 再岸汇率也跌破7.26关口 中共这次是否会出手救世 引发外界讨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01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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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